澳洲中国问题专家汉米尔顿近日推出新书《隐藏的操盘手》 讲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借由一带一路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 汉米尔顿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大多认为 一带一路投资计划是一套经济战略 但事实上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行诉世界而推出的控制话语权工具 而是一带一路选择的选择 一路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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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你会看到政治人在西方 开始重新的语言 发生成为 party theorists and the party's propaganda department 你会知道 这个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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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密爾頓賓指出 澳洲和其他民主國家 過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滲透和影響時 曾經門戶大開 但當察覺到問題嚴重性時 民主政治已經受到威脅 哈密爾頓也談言 中國控制話語權很神秘 讓人難以明白 必須做個案檢視 才能了解中國擴大影響力的操作方式 也才能有效的反制 主要社記者邱德正雪梨報導 對中國擴大影響力的操作方式 對中國擴大影響力的操作方式